运动员 贾子龙 杜波 12号台 裁判员 董春波 运动员 藏东旭 梁石瑜 13号台 裁判员 赵玉卓 运动员 张豪杰 陈璐 14号台 裁判员 赵帅 运动员 寇彦琪 陈昊 TV2号台 裁判员 范文涛 运动员 史杨 南非选手 文森特 哈里德 TV1号台 裁判员 贾淑琪 记录裁判员 张义 王晓月 运动员 王胜夜 赛普路斯选手 莱福泰里斯 乔治奥 现在比赛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2018乔市中市台球国际大师赛江西休水战分战赛 第二阶段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下午好 我是张庆永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赛普路斯的球手乔治奥 对阵第二次登上TV台的来自湖北的球手王胜夜 比赛依旧采用17局9胜10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乔治奥来自赛普路斯 赛普路斯这个国家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它是处于地中海 是一个岛国 它的地理位置正好在亚洲跟欧洲交界的地方 而且相传在一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了 后来在封建时期发现了铜矿 后来被罗马人 希腊人 开始包括拜占庭 就这样的民族 强奥 云藩的占领 所以这个国家主要人是 这两种人 两个种族主要的 一个是希腊族 一个是土耳其 希腊人 土耳其人 首都叫做尼克西亚 如果没记错的话 而且这国旗很有意思 这国旗很有意思 白底 白底 图案是自己岛国的形状 下面是两片树叶那样 很有意思 也很有寓意 对 象征和平 塞浦路斯 喜欢地里的朋友 大家可以自行的百度一下 对 他这名字 乔治也有点 骗土耳其那边 对 欧忧结尾的 还想做中带 但这个明显是力量不够啊 小的有些多啊 选择帮剑 选择帮剑 那这个带口 应该王生也不会再让你 站在很长时间啊 九号球 看要不要直接也帮进 如果觉得角度不合适啊 可以打其他就在调 个人感觉上手打这一颗啊 把这带口 替换过来 果然 左边的带口肯定是要稍稍地去争夺一番的 尤其现在这个位置啊 来看看球照 会选择一个接力 没有完全挡住 有下球 但是白球的位置啊 不理想 对 这杆球打得相当准 嗯 如果说12号就没有挡住右下方底带的下球线路的话 打右下方底带 主球顺势往屏幕左侧走啊 应该可以自然衔接到一跟二 如果挡住的话 嗯 现在镜头交代了 如果挡住的话 反向 借力 可能会有一定的进球率 但是 白球这个线路过来 右边中段很危险 嗯 而且一旦说借不好 你的9号还没抛卷 一跟二也打不到 对 而且你要强行地叫一二右边底带 必须要用低根横向才能走 看一看运气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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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王春夜依旧是囚风稳健 少见老成的一个 这种打法 因为本身 王春夜还是二十出头 但是他的囚风 并不像他这个年龄打的 非常沉稳和老练 没有非常万全的好机会 基本不太会去进攻 好 来看看这杆球 从屏幕的右边向左边 而且要用高杆 要用左赛 那么到这个位置 要拼一杆准度了 如果能打戴口 就十四号是最好的 中单 比干轻轻一点 角度合适 高杆推过去 十二十号球 往下来再跳黑棒 哎呦 这杆没推动啊 杆法不够高啊 再往左侧啊 移动差不多五公分 这个舒服的角度 好 走的稍稍有些过 不过应该在火力范围之内 一局网上夜市 比分一比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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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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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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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分布 中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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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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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文字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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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